穿過丘陵樹叢 在攀爬繩索小路 一大座的石灰堯遺址就坐落在眼前 在歷史歲月的洗礼下 已成為樹木攀爬生根的地方 但古著樸實的風貌 仍令人感佩前人留下的文化與智慧 高雄陵園區的潭頭里 中措里和陵內里 位於鳳山丘陵東側 鳳山丘陵形似陀峰而被稱為駱駝山 地質為珊瑚礁高地 珊瑚礁俗稱老古石 就是製作石灰的原料 是在地早期的主要建材 來把它燒 石灰堯用這個石灰石當材料 然後把它燒 燒差不多七八天以後 它就會變成石灰 林源駱駝山附近因地質地貌 而逐漸形成石灰堯聚落 因為出產的石灰品質特別好 外地人也會來採購 曾經風光一時 根據齊勞口述 在駱駝山周圍的石灰堯 曾經超過20個 它就是上面 裡面它整個好像是一個洞 石灰石就放在上面 然後這個火就這樣燒 讓這個裡面的溫度增高以後 這個石灰 石灰石就慢慢地化成石灰 時代的變遷及紅磚及混凝土 大量被使用後 石灰才逐漸視為 最近被發現的石灰堯聚落 當地祈勞及協會希望能與工部門攜手復原 作為林源未來人文與生態旅遊的新浪點 新唐人亞太電視徐美惠李娟榮 台灣高雄採訪報導 謝謝 為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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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